大家好,我是艾莉 今天来罗斯福岛拍樱花 经过了这个周末特别温暖的天气之后 樱花基本上就都算是开了 今天这个时间刚刚好 一般这个樱花持续了一两个星期就差不多了 再加上如果要有点放在下雨什么的呢 它的花期其实就会挺短的 好不许赶上一次 还记得去年特别悲催的DC樱花日旅吧 全程都在下雨 今年这个天气好多了 现在呢是早上七点钟 时间还稍微的有点早 太阳光还没有完全打到 我的这边岸边已经快了 还是要有阳光打过来 这样显得花会比较透一点 在阴阳里边呢 这个花不会显得特别好 这朵花就是这个镜头 和这个相机的最近对焦距离了 出来效果这样 在用了中画术之后 感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它的这个最近对焦距离 实际上是非常远的 它不像咱们用其他的画幅的时候 可能您用50或者35可以离得很近就拍了 它即便是用35毫米焦段 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大概也有80厘米到1米左右 像这个镜头呢是1米左右 所以在拍摄一些小物件的时候呢 中画幅就显得没有其他的画幅 要那么的方便了 所以就必须得买微距的镜头 但是我拍微距特别少 之前有给大家分享过我那个微距镜头 所以我就不打算在这方面再瞎花钱了 感觉天空还是有点蓝 稍微加一点这个曝光补偿吧 让它爆了稍微多一点 就透亮了 现在的曝光补偿是加了三分之二 分享一下我今天使用的这套胶片模拟的配方 主要的思路呢就是希望它能有胶片感的同时呢 还能有一点小清新的感觉 因为今天拍摄的是樱花嘛 它的主要的配色就是白色和粉色 背景呢是蓝天 但是我不希望蓝天太过于蓝 显得太抢眼 所以还是希望花能够是这个照片的主角 那么整体呢能够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在胶片模拟的选项上呢 我选择了NC 对不入了使用旧型号的小伙伴们 颗粒效果仍然是关闭 色彩效果呢我选择的是做蓝色跟彩色 这回我选择的是关了 选择它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可以看到啊 它对天空的这个蓝色呢是比较的明显的 你看当我选择strong的时候 天空就会变得更蓝了 weak呢是稍微有一点蓝 所以在这呢我是选择关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不想啊天空特别的抢眼光滑皮肤 还是关闭 还人像的话 咱们打开这个功能 动态范围这里边呢我选择的是400 在选择400的同时呢还需要把ISO调到640才可以激活这个400的动态范围 那如果您觉得太麻烦的话直接就设置为自动就可以了 这样呢您可以把ISO放到320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是200了 ISO放到640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跳到400了 那样会比较省事一点 B范围优先级为关闭 这次白平衡呢我选择的是日光 但是呢仍然调整了一下白平衡的偏移 减了图3的B 色照曲线呢因为今天是一个光线非常好的天气 那么光比呢相对来讲比较大 所以高光跟阴影呢我都减了图2 在新的机型里边这个调整呢 它是一个这样曲线的形式 但是像XT3那样的老型号呢 高光和阴影是外面这样的两个参数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普通的机型呢 来选择色调曲线这一块 色彩减2 不希望它变得特别的浓重 锐度减3 小花嘛我还是希望它有一点朦朦胧胧的 比较可爱的效果 其他的参数呢我就都没有调整了 手中头最累的就是对焦 没对上焦 嘿嘿 再来 在这分享一个我拍花的一个小技巧啊 咱们刚好以这个矮的这棵小树作为一个案例 比如说像拍这种花的时候 这个构图怎么够呢 首先一个小技巧是怎么能拍出那种花团紧簇 而且特别有景深感的那种感觉 您看这是两只花 不拍这两只拍远处的那只 把这两个放在前景 然后光圈呢 咱们用到2.8 这样这两个前面的这个花呢 它就是一个虚化的效果了 刚好就可以衬出咱们远处的这朵小花了 像我这个最近对焦距离得这么远 因为我使用了这个ISO640啊 我稍微降下了一点 这样我到320 拍一张 很不幸 没对上焦 重新来啊 再重新对一下 刚才太近了 这张刚好 你看是不是就有这种很茂盛的感觉 而且有虚有实 除此之外呢 再提供另外一个构图的小技巧 就是带有树枝的 然后咱们可以采用一个对角线的构图法 因为这个树没有周围的风景的话 其实完全看不出来咱们是一个什么角度 所以可以任意的旋转这个相机 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让这个树枝刚好是一个斜对角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周末我都没敢来这儿 就是怕人特别的多 罗斯福岛实际上是一个住宅小区 也不能说小区吧 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岛 所以像是一个封闭的小区一样 隔壁是曼哈顿 在这个地图上你会看到和曼哈顿并行的旁边有一个小岛 窄长的一粒 中间有一座桥 穿过来 通常呢 如果是开车的话 都会从这个桥上直接就穿出去了 但实际上在这个岛上 有学校 有公司 有住宅 罗斯福岛在最早最有名的 其实不是现在的这个住宅和商业区 是它的两家医院 一个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天花医院 还有就是这个岛的北侧的一个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 我之前去过 它现在已经改成一个公寓了 不知道住在里边的人是啥感觉 我现在身后的这就是它当年的这个天花医院的遗址 挺小的一个医院 不大 但是由于当时天花还是属于一个传染病嘛 还挺严重的 所以把它相当于隔离在这样的一个小岛上了 以前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电视剧 还在这儿取过井 北京人在纽约 我现在这也算是北京人在纽约了 但是当年肯定是没有我现在的这个公园了 对面估计很多栋楼也都还没建成呢 但是远处这个克莱斯洛这个克莱斯洛大厦呢 肯定是有的 在这个电视剧里边你也可以找到这个远景 这岛其实挺大的 从最南端走到最北端还真挺远 但是啊它这个岛上有一个自己的公交车还免费 是一个红色的公交 要是坐地铁或者缆车过来的话 可以搭乘它那个公交车到这个岛的最北边有一个小灯塔 还有呢就顺便看一下这个被改成公寓的精神病医院 风好大今天好冷啊 这会儿已经快失点了光线就非常的刺眼了 你可以看到我冒原的这个阴影特别的明显 那这个时间段就不太适合拍了 摄影的一定要讲究时间 起早贪黑这是少不了的事 咱们一定要在光线队的时候拍照片 胡队的时候要干点别的歇会儿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追光笔记 我是艾莉 如果有机会的话欢迎大家来罗斯福岛看一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